6月7日下午 一则中石油环球工程项目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某某因私生活丑闻冲上热搜 讨论度居高不下甚至盖过高考词条 惊动中央巡视组介入调查引发网民热议 据相关媒体报道称 上月5月底国企领导胡某勇前往四川成都去公干调研 同行的还有一位女下属及情人小三 两人借着出差的名义近似混到一起 甚至实时紧扣去商场购物逛街 十分高调且大胆 本以为人生地不熟无人察觉 岂料一位街拍摄影师拍下这一幕 曝光画面中只见胡某勇身穿浅粉色Polo衫搭银灰色西裤 十足老干部的穿搭只见他手中拎着刚买的战利品 与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牵手同行 后者身穿碎花抹胸连衣裙脚踩细高跟 身材前突后翘丝毫不输圈内女星 虽说两人年纪有明显的违和感 但倒也算是般配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对情侣在闹市人群中尤为显眼 一位善于发现捕获美好瞬间的当地街拍摄影师拍下传道网上 怎料主人汪竟然是中石油旗下的某老总 而且似乎还有奸情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侵犯肖像权的摄影师 随即下架该则视频片段并全线设置成私密账号 悬索北京环球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官博 发现今年4月下旬曾刊登一则胡某勇远赴四川实话调研的报道 对比推文配图中身穿圆功服的男女与视频中的男女吻合一致 风波爆发后 该官号立即删除全部宣传文章并紧急注销停用 行为十分不寻常 想必是心中有鬼怕生事 随着舆论愈演愈烈 与胡某勇牵手同行的女下属身份也被扒出 名叫董某景 石油大学研究生毕业 目前在项目公司技术部任职 与胡某勇是直接上下级关系 员工介绍一栏中 他形容自己是健身达人 性格开朗 爱好广泛 每周都会进行四到五次体育运动 严以律己 不过 相较于日常上班时单纯端庄的模样 董某某私下理状态却判若两人 生活极其奢侈爱炫富 作风豪方不令晒出性感照 翻看其海量生活照来看 董某某应该是未婚身份 平日里爱买Tiffany Dior等大牌服饰 驻文华东方酒店 生活档次极品位甚高 与基层员工不符 或许是与上司不道德关系 东窗事发的缘故 董某某也悄悄清空 以往所有博文内容 看来一直在关注舆论走向 据最新消息称 目前中央巡视组已登记情况督促调查 如若属实 胡某勇必将面临严肃的处罚 此外 其正式妻子也是同一单位的 不知会否闹离婚 图片来源网络 清权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